來下一題 你拍影片會累嗎? 他說你拍影片會累嗎? 其實錄影真的會比實況上還累 因為 你沒有 你 那麼講 如果一個人啊你錄影沒有辦法跟觀眾互動的話真的一個人很乾 其實影片也沒什麼內容可以剪出來 如果跟像Amigo一起玩的話 其實是下完 是不會累的 下一題 教主是怎樣幫寵物改名的波浪符波浪符 我比較好奇薯條跟布布都好可愛 布布就剛剛有講嘛怪物電力公司那個阿布啊 阿至於薯條就是 阿我就很喜歡吃薯條阿 我想說那時候就取一個 拿來吃的名字 然後就可能 如果要養的話全部都是想薯條漢堡可樂之類的阿 不然差點布布差點要叫樂士了耶 樂樂或 或怎樣的 其實那時候我在考慮叫樂士 阿後來想說不要好了蝶子比較可愛 就決定叫布布了 然後這一題 教主怎麼長得像阿謙 其實後來我想說明明就不像嘛 兔子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 後來我想想 會不會就是因為我長得像阿謙才吸引到兔子的有沒有 只是沒有啦 只是長不像啦 我比阿謙已經大得多好嗎 會對常在影片底下留言的粉絲有印象 媽大於小於6的話可以舉例幾個媽W的 欸 常留言真的 我們會記住 但是 你要提出來我突然真的是提不出來 我要看到名字我才會知道 他會常 他有常來或什麼的 其實我都有在看啊 阿有些可能就是 我會挑一些比較 我 我會去回的去回啦 因為有些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全部回啊 像有些可能問說什麼 我不懂你的笑點在哪裡 我就解釋給他聽 這種我才會 特地去回復這樣子 快結束了喔 喔還有這個 其實 該怎麼分辨繁星嘴人時是在不爽那個人還是在開玩笑 又或者是遊戲的節目效果呢 呃 我 不爽的話 我會 我會選擇不說話 這個 其實我自己啦 其實我自己啦 我的脾氣真的不是很好 而且 而且 玩遊戲 又會不小心太認真 因為要怎麼講 就是我很討厭 一點是 我 只要會玩的這款遊戲 我就會知道這款要怎麼玩 啊我會去教人家怎麼玩 或是他應該要這樣玩 然後 要是他就是 做不對我會去 指責 或是 跟他講該怎麼做 那當時的口氣可能就開始越來越差 對 然後 就這樣子 就是 所以其實 像泱泱就很可憐啊 我覺得 我的有時候口氣會嚇到泱泱 因為 我其實沒有那個心 沒有那個意思 只是 就 玩的 比較少吧 他可能也知道 可能或許知道我的個性 就 欸 我其實知道我的脾氣就很 很 很 很火爆 啊但 我其實跟你講 我以前 其實更火爆 我以前沒有 其實我以前沒有朋友 也是因為 要嘛我憂鬱症 要嘛就是 我的脾氣就很差 對啊 可是有時候就是 如果讓我覺得這場 這場就是 真的是玩得開心 你要我輸 我也覺得很開心 對啊 習慣了 沒有啦 跟你講 我真的很怕 很怕 這就是最怕 讓你嚇到 不是 我真的 脾氣改很多了 因為 你們也可以問兔子啊 其實我以前脾氣真的 真的是 超級差 最主要是我會對這個人 我對每個人的耐心都會畫上等號 只是對那個人的耐心沒的話 就是真的 我會受不了的直接 直接用我的方式來對他 這樣子 所以 有時候你們要教我玩什麼東西 玩遊戲啊 我拒絕 主要也是因為 我 怕會玩了之後 可能跟你們的意見 衝突之後 可能會玩得不開心 就像 讓其樂好了 其樂或狼人殺 這樣每個人有每個人玩法 這樣我也有我的玩法 當時 交一堆 新的兔仔子來玩 結果 就是用我的方式玩 玩到後面 有幾個人 我開始都不想相信他們 好下一題 咦靠 原來泱泱真的還在 繁星安安 想請問你為什麼 突然在阿靖跟蔡渣的影片 決定露臉了波浪符 然後之後 會有日常像的影片嗎 像是和其他人玩桌遊 實況主出去玩或假奔的影片 OUO 會啊 我也有在搖的影片裡面露臉過 就是迷奈生日 然後 我比較不會在自己的 影片裡面露臉 我覺得我本身就不會露臉 別人 拍我沒關係啊 對啊 像那時候會決定 突然決定露臉是因為 菜喳就是每次我去工作室 他會問我說 你怎麼還不決定露臉 還不露臉啊 都過多久了 他就說 好啦好像 露不露都沒差就露臉了 對啊 就這樣 這個是封堅問的喔 來喔公審喔 其實想不太到問什麼感動 那就好奇問一下 校主覺得自己從三年前新入股時期在特威奇開了訂閱 到現在心態上或人事物上有什麼轉變呢 我覺得我變更棒了 沒有啦 就覺得 現在 我的生活品質比以前好比較多 因為 因為 其實我以前 以前真的是 賺錢 都給家裡用嗎 現在是賺錢 給家裡用 然後自己又可以 用一筆錢 也不是說生活水平 這不是有時候怎麼講 我以前可能就是 吃個早餐 啊這樣講喔 比如吃個早餐可能最多點個八十塊而已 我現在吃早餐可以吃到兩百塊 有沒有 變得更棒了 對啊就 開始 可以買像 買電視啊 送給爸媽 然後買一些東西這樣子啊 覺得 轉變喔 就覺得 至少 至少 我以前是家裡 最被看不起的人啊 現在轉變就是 至少他們 認可我這個工作了 就這樣子 哪會啊 兩百塊 兩份蛋餅 一個漢堡 一個飲料 就兩百塊了 哪有一堆蛋餅 好下一題 欸這個我真是想扁人了耶 還要你們注意聽喔 繁星有沒有考慮做做周邊的時候 多做一點放到蝦皮之類的地方賣 讓一些沒變法去撕WT之類的展覽的人 也可以買到你的商品 因為我是吃那個啊 火腿蛋餅啊 火腿蛋餅兩份就要快 快七八十了 拿一個飲料啊 拿一個漢堡啊 那就已經 150了嘛 那我再隨便再點個東西啊 這個問題超白癡的耶 他問我要不要做周邊商品放在那個蝦皮上面賣 讓一些沒辦法吸WT的人 可以去那邊買 好棒的主意耶 要不要我現在貼蝦皮在我的聊天室 不是啊 他如果說蝦皮以外就算他是講蝦皮耶 他說如果像露天啊 或24小時什麼 那PC又沒有 他說露天那些的話我說喔 我可以考慮看看 他是說可以放在蝦皮上賣耶 這誰喔 他是本名啦 我覺得他應該是小孩小朋友啦 他說還有買一些我的周邊耶 那應該是 他應該有去CWT 而不知道蝦皮上面有賣 哇 應該是小妹妹啦 沒關係 原諒他 感謝音樂 你們關台了嗎 感謝這300塊 我這300塊 過陣子再回 回你那邊花掉 請問繁星用電繪畫畫用那個城市最好 有什麼技巧嗎 我現在還是用SAI耶 啊雖然之前喵他有推薦我一個就是什麼 CLIPSTUDIO那個 常常在做什麼50%特價的那個一個繪圖軟體 常在FBO廣告 我那個買到現在還沒用過半吃耶 因為沒有他說那個真的太方便了 很好用 很容易上手 可是我就是習慣一個東西捨不得去接觸另外新的東西 又可以買早餐了 對啊 可以買一天半的早餐 快結束囉 我的喉嚨快可以休息囉 請問你是讀什麼國高中或大學啊 我是讀台北的實性高中 在北投 是這樣子 他實性高級中學啦 他裡面有 普通科跟 那個 那麼高 他是高職跟普通科都有的 好這個問題其實也有很多人問 什麼時候開始學剪輯的 很久以前不是完全不會嗎 突然播 一生就開始出自己剪的影片 低上句點 這個 很多人都 很納悶很訝異說 你不是說你不會剪片嗎 怎麼那時候一剪片就是 都剪的 不像是新手剪出來的影片 這樣子 因為 我主要是 懂 懂裡面的內容是 那個 工具能幹嘛 然後就是長期看影片下來 學到的一些剪輯方法 就用 套用上去 這樣子 就之前有加音效特效什麼的 可是 這樣子加 可能要兩三天才一部影片 啊 為了效率 我現在改成就只是剪精華部分出來 加個 重點字幕跟那個 月而已 對啦 對啦 他如果 波的一生怎麼就突然 蹦出一些剪好的影片 超好笑 好 下一題 燒肉和火鍋 教主喜歡哪一個 雖然這麼問 但我是選擇不了的人 S D 我全都要 S 真的要選的話 我會選燒肉吧 我比較喜歡有那種炭味的感覺 炭的味道 炭的味道 對啊 其實兩個很難選 因為火鍋的話 我可以煮烏龍麵來吃 Solo的話 他就真的在Solo了 下一題 在養步步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特別讓您困擾的事情嗎 我困擾嗎 就是 他 他 剛發病的時候 一直狂拉肚子 他那時候是很擔心 他 就這樣離開了我 所以 我一直守在他旁邊沒睡覺 那再來就是 他結紮的時候帶那個 修修圈 然後把大便 沾在修修圈上 讓我一直想清 清半天清不掉 又怕弄痛他的脖子 就很 就很煩啊 那現在就是 你看喔 我把步步都已經養到